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魏燕婉这位终极BOSS,终于要下线一段时间了,因为母亲魏杨氏的蠢蛋行为,本已捏住胜利果实的魏燕婉,却被彻底的血洗了一次。 公主,两年时间吉南怀孕,将为答应,让魏燕婉成为了后宫中超级冷门的妃嫔之一,但是如意此刻的这一切胜利都是暂时的。 接下来如意将要面对的是令皇帝无比清新的韩湘公主。 在最新的预告中,韩湘的强势出现让整个后宫的形势发生了巨变,特别是秦妃常规意昆宫的场景,更是让人心疼如意的后宫地位。 韩湘的出现,才是如意和皇帝产生缝隙的关键,但是出现秦妃常规,蒙有影形顶撞皇帝的情形,如意的六宫之主,已经失去了对后宫的控制。 这是作为皇后的失责。 如意在韩湘出现后的种种行为,确实失去了她平日里的分寸,她的眼神,她的举动,她的行为,都在发生的变化,但是当时的如意并没有觉察。 道,她甚至还觉得这是皇帝的魔杖,最后帝后离心的这一巴掌,更是将两人青梅竹马的感情打散了。 可是发生这一切,并不全是皇帝的过错,为什么这么说呢? 如果如意没有为情所困,相信如意传的结局也将改写,帝后的分离更是不会出现,皇帝为什么倾心于韩湘? 根据现有的资料,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韩湘的桀骜不逊,目中无人,再加上她的天资国色,这让几乎没有碰壁过的皇帝,有了多年前的躁动,而这一刻是否和皇帝取,如意有着九分的相似性,未成婚前的如意和现在的韩湘,在性格上,在感情上,是不是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? 这就是如意看不透皇帝的地方,皇帝在遇到韩湘之时,完全就是一种在遇清英的初恋感,而如意却认为,这是皇帝一时兴起的乐趣,错得太离谱了。 其二,这更加可以看出如意看不透自己,他甚至还没发现,为什么皇帝如此清新于自己,除了青梅竹马的情意之外,他和韩湘一样的性格,才是皇帝着迷的地方,如果如意能够看透自己,看透皇帝,地后离心的事件肯定不会发生,更不会给魏燕婉带来翻身的机会。 此时的如意,为情所困,失去了该有的判断能力。 免则声明,文中图片引用至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